与动物做朋友是很多人的梦想 而动物园的保育园 每天和动物围舞 时宜住行都要顾 而且他们的工作范围呢 也是包罗万象 还要常常地接近凶猛的动物 过程真的很惊险 多云新闻的记者呢 就特别前进了洛杉矶动物园 要带你来看看 动物园好朋友保育园的工作点滴 网络上点阅率破百万的 动物保育园抱着熊猫宝宝 亲切互动的影片 温馨可爱的样子 谁看了都羡慕 可其实真正的保育园工作 可没那么简单 而说到喂食稀有动物 过程也不是想象中那样轻松 以大泥保育园为例 大热天也要穿上厚厚的胶靴裤 走进冰冷的水中喂食 如果大泥不饿 就得在冰雪里费一番功夫 但对这位保育员来说 可是乐此不疲 除了喂食动物需要经验之外 更难得的是要帮助兽医 检查凶猛动物 只能隔着栅树 只能隔着栅栏来互动 虽然照顾动物不容易 但对保育员来说更困难的是 还要面对异样的眼光 因为动物园一直是个争议话题 但其实美国大型动物园的动物 绝大部分都是人类繁育出来的 并不是从野外捕获 因此保育员也需要透过研究 更加了解这些生物 实际了解照顾动物 是那么有意义之外 到底观众朋友 怎么才能进入动物园工作 就让保育员亲自告诉你 强调拥有上百种动物 并提供义工机会 洛杉矶动物园鼓励更多 华人热爱动物 如果您始终没有改变 想当保育员的梦想 不妨新年下定决心 努力实现这个梦想 东森新闻 殷红闻 孟子文 大陆山